我可以教训二十个人, 分负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做这二十个人中间的一个。 旅行我自己的教训,我就要尽谢不明了。 莎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。 生活里没有书籍,就好像没有阳光。 智慧里没有书籍,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杀士比亚装傻的好也是要靠才行的。 他必须窥伺被他所取笑的人们的心情,了解他们的身份,还得看准了时机。 然后像窥伺田眼前每一只鸟雀的原因一样。 每个机会都不放松。 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。 莎士比亚一切朋友都要得到他们忠贞的报仇。 一切仇敌都要尝到他们罪恶的苦悲。 莎士比亚没有德性的美貌是转瞬即逝的。 可是因为在你的美貌之中有一颗美好的灵魂,所以你的美貌是永存的。 莎士比亚万事总须守全力派,不能被万良听莎士比亚爱和叹相同。 烧起来的没法叫他冷却。 莎士比亚一套衣服,一顶帽子的事要时髦不时髦。 对于一个人的来世没有什么相干的莎士比亚,只需一阵烈风就能把乌云吹散。 并不是每块乌云都能引起一长风,到莎士比亚失去了成品。 就等同于敌人毁灭了自己。 莎士比亚我荒废了时间。 时间便把我荒废了。 莎士比亚爱情是叹息吹起的一阵烟。 恋人的眼中有他进化了德火星。 恋人的眼泪是他激起的脱脱。 他又是最智慧的疯狂。 耿猴的苦味。 吃不到嘴的蜜糖。 莎士比亚。 非常之 sap。 不敢于与你日本人的眼泪是那种的叹息。